所以就比較廣 但是這個廣 各位就要花一點時間 每一條你都要關水 這一條我有沒有過關 甚至說讀完以後 例如說12條 明天開始你們住同一個道場的每天 你這一條有沒有過關 你要互相不要去講對方的缺點 你要講對方的缺點 先講這個 這個因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 你只要照這個因一定達到那個果 但是你要讀宋大乘 不然你不知道什麼叫發菩提心 會用自己的想法 去認為我已經發菩提心 事實上 修藏傳佛教的信徒 哪一個不認為他自己發菩提心 不能他修什麼藏傳佛教 那問題是 他不太了解菩提心是什麼 他可能只了解我的法門 我的上司 我的道場要錢 為什麼 因為他不夠深入 不夠深入 這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任何的上司的優秀 一定要學 那是大寸的廣博 一定要深入精臟 佛陀講的是深入精臟 智慧如海 這一點很可惜 藏傳佛教沒有念這個 沒有念這個 他可能叫深入論障 但是佛經講的是深入精臟智慧如海 這是我們的戒律 不然你就沒辦法破過子 只能討論破過子 所以五五星 一點不是你所用 做一個媽媽都不會這樣 兒子女兒很重要 每天替她想 替她工作 替她賺錢 所以因為我有一個擁有 有一個依靠 這個依靠沒有了 怎麼辦 所以當然我們帶著居士 在修行的時候 居士當然很希望有所求的去做 但是這是我們要對她 應該要跟她提的 既然我們一起要發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形象 嚴格上講才幾千條 那從各個方面去描述 特別在《華音經》裡面 寫的特別多了 再來第十 堅固心 什麼叫堅固心 於諸法中不可動固 諸法 世間八法 愛你恨你 一切變化叫諸法 你如如不動 堅固心 這一點就相應 一波羅波羅密多古 得安要多多 上面要上菩提 因為 所以我們叫菩提儒高善 菩提儒盤上 堅固不可 所以這個叫安忍 在學術上叫安忍一切 眾生忍 法忍 地察法忍 你最後才可以安忍 那這樣才有菩提心 只是這部《大少子尼前子》所說經 各位最好看 因為現在政治的問題很嚴重 那這部經裡面特別想來一個國王 每一個國家的國王 他應該用什麼方法來修空性跟菩提心 那事實上這位尼前子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本身 他如何度國王的故事 如何發怨的故事 如何什麼樣子菩提心 所以要這樣去了解 第十一 不退心 能正諸法 究竟禁固 發菩提心 無無名 亦無無名 禁 這個禁 你不能黏著哪一個 能正諸法 究竟 都是涅槃的 虛幻的 沒有一個卡住 你不能說99個我放得下 就0.1我放不下 那不行 我這個人什麼時間都可以 就不要惹我那一點這樣 那菩薩不能如此 因為 這裡面完全無我 不退 不退就是說 我沒有一個我 這個叫無所謂 無畏的 我沒有哪一點你可以攻破我的 因為我只有一個永恆的 為眾生利益大悲心 成佛的願 那沒有哪一點 會卡住我的 所以 因為 一切諸法 究竟都是涅槃極境的 沒有一點 可以跳不過去的 那一關跳不過去的 有時候 各位這樣講 這個人 你要跟他講什麼 要小心 這個不好商量 他會翻臉 因為他卡到一個點 他有個自尊 他有個脾氣 所以他有個面子的問題 這一點不能傷他 那這樣就很難 很難跟你談 所以各位不能 愛面子 至尊 這一點不行 所以 要把自己打到 打到完全沒有一個 不能接受的層次 那 那這一點 如果你要真發菩提心吧 就應該如此 第二 度眾生不生厭心 這很容易了 度眾生不能討厭 而且 如說修行故 既然你發起這個心 你要按照這個 真實去做 理外如一 這個叫發菩提心 好 那各位聽我這樣說 那你就一定要多看大乘景 因為寫得非常清楚 而且 講了以後 對我們 像我自己唸過一遍 然後我自己就 就會很認真 雖然我們沒辦法做到 完全的 但至少這個方向不會退 那你 當然整部經 最好你要花時間把它看完 特別 像各位比較 年輕出家的 你們 忙是可以忙 但是不要沒事要忙 你要忙 光在房間就可以忙三天 忙不完 你要怎麼忙都可以 對不對 現在又有手機 那這下完蛋了 但是你一定要把 這幾部經 看完 所以我那個時候 苗栗花園 我們現在在整理 我是希望 真的有空 你們可以去申請做49天 我們給你飯給你吃 但是你要把這些經典讀完 不是在裡面度假 逃避 心情不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49天 那是變成兩個月 變成幾個月 但是你把你研究的精髒的精髓 就copy抄給我們 我們就幫你推嘛 但是這些精華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佛陀就在你家 就在經典上面 不要往外找 我發覺很多人在追求名思 追求喪失 有些人根本懶得看 就把精給放在裡面 他從來不看 但是他有很多理由說 不懂 我不知道 我用我的個性想法 在做事情 好 這裡面寫的 如何修慈悲心 菩薩如何修慈悲心 也就是說慈悲觀 像仁陌切講 你要修慈無量心 悲無量心 怎麼去做 經典裡面寫得非常好 第一個 菩薩在閒靜處 清靜的地方 獨坐 獨處 焰坐 單獨 打坐 端身舒緩 就像七隻坐一樣 結家福坐 現前觀察 心急焰敵 你要去觀察 這個世界沒有一樣 是你可以抓得住了 安住正念 不攀遠 心不外援 先要有處理心 然後安住正念 不攀遠 做事思維 諸有情被 多起稱害 做不善業 雖然我們自己 信因果 有處理心 觀察了 但是可憐的有情眾生 多起稱慧心 傷害眾生之心 做了種種 不善業 父常清靜 不善丈夫 什麼叫丈夫 老師 師父 都叫丈夫 因為他以為他是 他的老師 他是偉大 又清常 又清靜這些 不善之事 更過來 無狀與我起煙愁想 我發心做菩薩 我想要幫助他們 他們卻去清靜 這個外道 惡之事 而對我莫名其妙 害怕我當敵人 當仇人想 或於過去 或於未來 或於現在 起如是夜 所以這些 一般的人 過去也好 現在或未來 他們很容易 清靜遏之事 去傷害真實發菩提心 的菩薩 造如是夜 所以 我意令 比一切有情 所起稱慧 皆得斷除 因為修慈悲觀 最主要的是 要斷除稱慧 傷害 不但斷除自己的 也要斷除眾生 所以我的內心起了 要讓所有眾生 所稱起的 稱慧傷害 都得斷除 而令這些 傷害我的眾生 令彼坐於菩提道場 讓他們成佛 坐在金剛樹下 如是之事 不為言說 這個不是光講的嘴巴 我們來討論 十四菩薩 聖身益樂 隨順思維 這是菩薩 聖身 從心裡面真正的意念 他想要這樣幫助眾生 和隨順這個思維 你要一直這樣想 世民菩薩 能修慈悲 所以我想 我們講的當然 就是 《保语經》裡面寫的這一段 當然慈是給眾生快樂 悲是拔苦 但是他特別講的是這些 傷害眾生 自己不傷害 我們還對這些 珍惠 傷害眾生 起了悲心 願讓他們成佛 所以 如來成就大慈平等 普為一切有情 如來與意有情 起於大慈 與一切有情 無無有益 所以每一個佛 都成就這個 大慈平等心 普遍為所有眾生 所以如來 對一個友情起於大慈 不是光一個友情 而是與一切友情都一樣 在這裡面描述 既然我們修慈悲心 那如來怎麼修慈悲心呢 我們要這樣去學 要隨順思為 隨順如來 變成一種戒律 所以如來大慈 雖便有情戒 尽虛空戒 然大慈邊戒 時不可得 無有戒 現在是大慈邊戒 時不可得 所以叫慈無量 所以每一個佛的大慈心 雖便有情 淨戒 有情就是死法戒 當然佛已經成佛了 但是其他的九法戒 都還要繼續努力 而且尽虛空戒 雖然這樣子去大慈大悲 但是呢 無有十無可得 也心經講 以無所得 顧菩提撒多 只管無邊無邊的奉獻 而無所求 如來成就大悲 不與一切身文原訣 諸菩薩共 這句話 真正的佛成就大慈悲心 不是阿羅漢或獨覺 或是所有的菩薩 在做的慈悲 因為如來慈悲 如來與一切 一友情起大悲心的時候 如來對一個友情起大悲心的時候 跟所有任何 包括傷害他的友情 無有益平等的大悲心 當然就像佛陀過去 對提伯達多 跟對任何人的慈悲心都一樣 騙一些處 所以菩薩能夠成就這種 深固的慈心才叫菩薩 好 所以 時間到了 但是 各位希望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 你沒有像今天 有感情仁波切這種 偉大的善知識 來教我們 經典寫得好不好 太好了 每一部經 都沒有一字廢話 沒有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 你去把它觀修 吸收 從文字般若了解 了解以後 觀照般若 就像我現在在解釋 實相般若震入這個狀態 那你就聊 但是不要 以研究為快樂 以研究為高低分別 因為我們是要 去實踐在 有情眾生身上 那當然 在藏傳佛教裡面 就比較單純 陸腐煞行 三十七宋 就基本跟慈悲有關係了 其他 不多了 但是 汉傳佛教 這個大藏經 都會在櫃子裡面 各位一定要 要求自己 每天 看一下 今天 突然兩天沒法會 你兩天可以看到兩部經 七天看完一部華顏經 給你三個禮拜 把大波日經看完 因為你一個人在 認真很容易 佛就會加持你 記住我這句話 當你在看佛的臉的時候 佛就進入你心裡面 當你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直接進入你內心裡面 老師念佛 一心念佛 當你認真在看佛的大乘經典的時候 佛直接加持你 讓你完全了解裡面的意思 千萬不要看不起自己 我不懂字 我小時候畢業 因為那是藉口 佛法不可思議 佛法不可思議 因為如果有人願意 既然你要發菩提金 一定要深入經常